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CTVR頻道 那大家看到這個非常絢麗的騎乘畫面 一定很好奇這是什麼 那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主題就是 RGT Cycling 那這個東西你看 哇這個看起來畫面真的有夠爽 我就是被這樣的畫面去吸引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跟ZWIFT一樣 它就是一個訓練台的騎乘軟體 只是這是最近才出來了 它整個畫面的做工還有裡面的角色 就有點像你在打NBA一樣 它的場景很真實 而且裡面的角色可能還是真實世界的角色 然後呢 所以這遊戲厲害的地方就是在於說 它裡面有很多的場景 像ZWIFT可能倫敦是真 滿半真實的 那還有一個 哇什麼那個就是有爬山那個 它那個就完全是虛擬 那RGT Cycling這個部分呢 它在官網的說明是 它把很多這個世界上經典的那個 很環化賽的一些路線 它都把它做在裡面了 然後你就可以在裡面直接體驗 真實的這種騎乘的感覺 像它收錄的滿多的 像這種石板路啊 我剛好看一下它的簡介啦 石板路啊 然後還有像這種公路 還有一些爬山的部分 這個都要做的還滿真實的 好 那 現在呢 我就要教大家說 怎麼用 怎麼樣去安裝這一套軟體 因為它這個軟體不像ZWIFT一樣 裝起來 就可以馬上直接使用 好 它這個軟體是分成 兩個部分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它下面有個詳細的說明 大概有限可能 你就是比較難理解 好 我們來看 它這個部分呢 它把遊戲的畫面 跟那個感應器的數據的接收和操控 分離開來成兩個APP 第一個APP叫做RGT Screen RGT Screen它負責就是把遊戲顯示出來給你 然後你沒有辦法在上面做任何的操作 這就是RGT Screen 那RGT Screen它支援的是Windows還有Mac 你不要看到蘋果就以為iOS可以裝 再來就是Apple TV 這三個你都可以裝 那像我在這邊 我們在微軟的Win10的市集裡面 我們就可以搜尋RGT Screen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APP 你就可以把它裝起來了 把這個東西裝起來 好 那我像我已經裝好了 那我等一下可以啟動給大家看 那再來是手機的這個部分呢 開給大家看一下 好這是我手機 這是我實際手機投影的畫面 好 手機的話你就可以裝這個RGT Cycling的軟件 喔不能用軟件大陸用語 好我把它點開來 好 那這邊因為基本上它會叫你先註冊 不過我已經先註冊好了 所以我就直接做登錄的動作了 那我這邊就不知道教大家怎麼註冊 反正就是把那些什麼姓名呢 什麼的帳號密碼填一填就完成註冊了 那現在重點就是說 這個手機 跟這個Screen 到底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我還有做一份簡報 唉唷 我的影片沒有簡報就很奇怪嘛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 我剛剛裝了這個Screen 它是負責顯示遊戲畫面 那我的手機呢 我也是裝了一個APP 那這個手機APP主要是幹嘛 就是它可以用手機藍牙去接收你的訓練台 心跳帶還有踏平器的這個數據 好 然後呢 就是反正你的裝置配對都是透過手機 而不是透過這個Screen 對 那你到時候呢 那這個手機要怎麼認這個螢幕呢 就到時候螢幕會出現一段代碼 這螢幕呢 這個Screen的這個程式 它會連到RGT的伺服器 然後取得一個配對的代碼 那到時候你的手機在啟動這個APP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輸入這個代碼 只要代碼Image 這個裝置 這個手機的這個遊戲畫面 就會連動到你的這個 這個iPhone的這個軟體上 就會直接在RGT的Cycle連著APP 直接就是RGT Cycle這個APP 當作是它的這個遙控器的 遙控器就是操作搖桿 操作搖桿 所以所有的指令都可以透過手機下 然後所有的畫面反饋都會在螢幕上 都會在Screen的APP上面 非常的簡單 那簡而言 簡而言之就是說 你一定要有兩個裝置 差辦法玩 就是說這個Cycle連的這個APP 它沒有辦法顯示遊戲畫面 所以這個是這個遊戲的唯一 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你沒辦法插著 直接用手機像Zilf一樣 直接把畫面投影到螢幕上就直接玩 所以它比較拆了兩個階段 好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來試試看吧 好那首先我就打開這個RGT Screens這個APP 把它點開來 好那這個時候呢 喔它自己登錄了 它原本右邊會有一個數字的部分 那你的手機呢 我看手機有辦法先取消給大家看 手機的 你看手機這裡現在是亮綠燈的狀態 左轉角就on ok把它disconnect掉 好那你看喔它這邊就會 對它一開始開啟遊戲畫面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等於是你配對一次之後 之後就不用再配對了 好你看像這邊它要我輸入5118 我就直接在我的APP上面輸入5118 好這是我 iPhone的畫面 iPhone畫面 然後輸入5118 好那這個時候呢 我iPhone就會可以跟這個遊戲完成配對 好這個就是我的操控的畫面 那我遊戲實際上就會是長這個樣子 好那我看一下我有沒有辦法去把 它變成是視窗的模式看一下 還有一個Windows 我看它一定堅持要用全螢幕去執行這個遊戲啊 好 好 嗯 我覺得這樣有點亂 拍謝我只能切著給大家看了 好這是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部分好了 先來看手機APP的這個部分 手機APP的話呢你就可以在 可以在上面看到很多這個 現在正在玩的這個玩家啦 然後這上面你可以去選擇 你要玩的一個項目 好像這個路線的部分 RAW的這個部分 好然後呢這裡有個選單 我有沒有辦法把這個關掉 好選單 選單的部分你會 比方說選點了RAW的 其實它是上面剛剛那一個 那一個Banner上面的東西啊 那我就可以選擇我要騎的這個路線 比方說是這個 這個 喔這個看起來很難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喔這個看起來是爬坡啦 意大利的 環藝賽的那個超級登山 這還不錯耶 這個路線 14公里爬1100 有點像那個 ZRift裡面那什麼Ride to Sky Ride to Sky那個路線的強度 不過這看起來場景應該比較漂亮 好那我看一下我選擇的時候 我們遊戲畫面 有沒有什麼變化 欸 你看喔 好我現在在選其他地圖 各位可以看到這遊戲畫面 我這樣子好了 這真的他媽的亂 我手機的操控啊 會直接反應到我螢幕上 所以我手機就是一個遙控器 像我現在這樣選 我在不同選單都有不同的畫面對應 好那我現在選到了這個 那我就可以點這個Ride from 這什麼鬼的 然後就開始 好那我現在已經點了Ride 好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的手機畫面出現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你就可以 好去點擊 比方說Power 你就是可以選你的訓練台 不過因為我訓練台現在不在旁邊 但如果大家有訓練台的話 好訓練台要支援藍牙齁 才可以使用 好那你就用藍牙去配對 然後一樣你踏平器 心率 都要支援藍牙 好 才有辦法使用 OK那 因為我現在台子不在旁邊了 那配對完之後你就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開始騎了啦 你就可以開始騎了 好那現在這是遊戲畫面 那因為我現在數據不在這 我現在只是教大家怎麼去 安裝這個APP 那你配對完之後你就可以開始騎了 那一樣就跟ZWIF一樣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場景 這個畫面還蠻不錯的 這個畫面還蠻不錯的 那我一樣我可以用 手機直接去控制畫質 欸 爛畫質 好畫質 超好畫質 好可惜喔 那 騎乘這個部分呢 我會在 在我回去之後 我用 台子直接錄一段給大家看 好 那這個大概是教大家怎麼樣去 裝這個APP 怎麼樣去玩 好 那 以上介紹就到這裡啦 欸 關掉 那所以 所以回 回到我們剛剛這樣子 我簡單講一下就是 所以你的 你的 有些人還是會不懂 這個東西到底怎麼回事 就是說 你的所有的這個 感應器的數據啊 都會傳到你的手機的 Sycle你的APP 就有點像我剛剛 給大家呈現這個畫面 好 然後有其他角色 經過你旁邊的時候 他是其實是把資料傳到 直接直接傳回 你的這個 看到一端嘛 你才有辦法去看到別人 好 類似這種樣子 就是直接顯示出來 就是有點像繞一圈過來 好 不過像以前是直接 其實也是差不多啦 好 就是直接從手機 就可以呈現遊戲畫面 沒有 他這個必須要稍微繞一手 好 那至於這遊戲到底 後面好不好玩呢 後面我 等我踩過一輪之後 那我再跟大家新的報告一下 好 那以上是這個遊戲的安裝的方法